跟你们讲来到台湾 一定一定要买方块酥 就是长这样子的饼干 我们今天要来分享一下我跟萝卜 就是马来西亚人在台湾会买的东西 跟台湾人自己推荐外国人在台湾 应该要买什么回去的产品 这是小时候会吃的吗? 这个很好吃 它是玉米棒 其实马来西亚有很类似很类似的味道的零食 但是我已经找不到那个东西 然后他们有一个零食还蛮推荐的 就是他们小时候也会吃的就是乖乖 它是有很多口味的 我之前吃过一个是椰子口味的还不错 有个人喜欢吃这个 这是什么? 我知道 蛋味鲜 这个口味最好吃 田园蔬菜 这是什么? 就是这个吗? 超级大推 玉米浓汤口味 好像很厉害 真的吗? 我就买一包这个 我还没开始买零食 你已经买了 你看这人 小泡芙 一枚小泡芙 我个人是没有很爱吃小泡芙 但是他蛮喜欢 可是我觉得还是薯条三胸弟比较好吃 真的吗? 没吃过这个 很像萝卜已经买了几盒了自己看 跟你们讲来到台湾一定一定一定要买方块酥 就是长这样子的饼干 是超级无敌霹雳好吃 然后这样 真的是很好吃 我之前在一个牧场里面买到一个方块酥 之后我从此爱上好 那感觉你一吃进去了 就是哇 爱上 还有一个超级无敌好吃的巧克力 它里面是软糖 就是QQ糖 然后外面是巧克力 超级无敌好吃 可是这次我在Seven买了小河之后 我就会爱上了一口 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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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个人推这个 因为它可以 韦力炸酱面 干汤两吃 但我喜欢炸干面 就是也是跟韦力一样 就是也有汤 它里面有汤的啊? 对 它也是有汤的 如果你们来买泡面的话 我觉得可以试试看韦力炸酱面 因为它算是蛮代表性的 一个泡面来的 泡掉鸡面 可以好吃 这一根面是我哥哥超喜欢吃的 我每一次来台湾 他都会叫我买回去 就我个人是喜欢吃辣 吃酸的 所以我基本上 如果买泡面的话 我一定还是会买 泰国的啊 马来西亚的那种 比较好吃 那我个人比较喜欢 我跟你说原味好喝 这个也蛮好喝的 那什么口味 它是K糖的 我觉得 所以还是原味奶茶 我觉得不错 因为我喝过三点一克 然后它是很香 很清淡的那种奶茶味 我觉得不错 你们来的话可以买这个 其实我觉得台湾有很多 果冻也蛮好吃的 它有时候是在九份老街那边都有 它有时候是在九份老街那边都有 像我现在在卡福尔有看到 它们有很多很特别的口味的Jelly 像我们马来西亚在吃饭啊吃面的时候 喜欢搭配酱油跟小辣椒嘛 就是切成可粒可粒 但是台湾呢 不管吃什么都一定会有沙茶 所以那一个牌子是不懂是不是最好吃的 因为我平常没有买过沙茶酱 可是是她很喜欢的 所以你没有买沙茶酱回去 因为我之前有买过 可是因为他们这边好像是 有在去加工在煮 在炒香它 然后我发现到 搭配我们马来西亚的那个糖底的话 我觉得糖底有关系 扫描酷辣扣不要错过精彩内容 按赞分享订阅疯传媒小铃铛开起来 一起来跟风 开起来